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 我来帮你倒吧 这个很重 谢谢 谢谢 您还要吃什么东西吗 我再要点水果 好 没关系 小伙子 你的腿 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倒是认识一位很好的外科医生 是车祸 好 给您 谢谢 夫人 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GMF的建筑师 王丽川 这位是谢小姐 您好 谢小姐 好 这个蛋糕挺好看的 放的什么水果呀 夫人 你沾到了 真不好意思 我去帮你洗一下 好好好 谢谢 等我一下 谢谢 夫人 你的眼镜 谢谢你 谢谢你 作为对你的慰劳 谢谢 我呢 姓花 叫花香 是画画的 夫人 您是画国画还是有画 你看我这个老牌 当然是画国画的 王先生 请问你设计的剧院 也就是这个鹅卵型的建筑 究竟体现了怎样的 道家思想和山水精神 谢谢平文先生 这个方案 是我在细读 《东晋三水诗人》 谢灵韵的诗歌中 找到的灵感 谢灵韵 我听说王先生 是在海外长大的 谢灵韵的诗 是以用词考究 《医运经身》主唱 一般人很难理解 请问 究竟是哪首诗给你带来灵感 诸委不要奸吓 我是一个外邦人 我正在努力学习中文 但是我的中文水平 的确还没有达到 可以全面领会 古典诗歌的成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 这次的设计 我请了我的翻译 谢小姐 来帮我收集 以及翻译这些诗歌 相信我 谢灵韵的诗 如果是用英文来读的话 也是很优美 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白雲 在灵韵的石头上 《灵韵的灵魂》 我觉得 这句诗很适合 温州的地理状态 而她的优美的意境 直接启发了我的设计 请原谅我的英文不好 这一句的原文是什么 这一句的原文 我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还是请我的翻译 谢小姐来告诉大家 王先生刚才念的诗呢 是出自于谢灵韵的过世民述 原句是 白雲暴幽时绿小内清廉 谢谢 谢谢谢小姐 我所设计的 正是一块这样的幽时 灰色光滑的表面 可以倒映天空的云体 机体现 白雲暴幽时的诗剑 又与清廉山庄的名字 遥相呼应 同时 也是对谢灵韵这位 在温州写出来 池塘生春草 原了变明积 这样的诗人 表示惊愿 王总 王总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评委投票 一致同意了 GMF设计方案 祝贺你们 谢谢 王总 去过南西吗 没去过 我生长在南西的赫阳古镇 是谢灵韵的后人 所以说 对你们的设计 倍感亲切 当然了 我不是评委 我也不可能 左右专家的意见 不过老实讲啊 通过你这次的设计啊 我的确感受到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 博大精深 和它所产生的巨大美丽 谢谢谢主任 我也是中华的后人 对祖先的文化也是非常骄傲 但是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是我们的团队 一起努力得来的结果 是啊 对了 感谢你 在上周的晚宴照顾我的母亲 她到现在还经常提醒你呢 您的母亲 家母姓花 是美院退休教授 谢谢你 作为对你的慰劳 谢谢你 我呢 我呢 姓花 叫花霄 是画画的 家母呢 擅长牡丹 这幅画是她亲手画的 而且 妥一定要转交给你 谢谢 我一定会带回家生收藏 对了 我还得回去和评委们讨论一下 招标的方案问题 我就失陪了 好 再见 再见